針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2024總統競選期間涉及的政治獻金申報不實的案件 今天民眾黨的中平會在早上11點的時候 是來邀請到了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本來是有邀請會計師端木正還有李文宗以及這個時任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來到場出席 不過由於三個人都沒有現身 因此今天的中平會大約是由委員們來聊了兩個小時之後是沒有共識的 那麼中平會表示說其實下禮拜會繼續來召開 那麼也會邀請到當事人再次現身說明 對此黃珊珊也做出回應一起在你來聽 我們已經會尊重中平會的決議 因為對一個政黨來說不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這整個事情還是需要被釐清 還是需要讓責任歸屬更清楚 而不是只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自己保全自己而已 我們是整個政黨 對你的反應的政黨真的是滿高的 怎麼看這事因為蔡壁吾在直播節目上都直接點名 你應該要付 我想我想每個黨內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也都尊重大家的意見 這是一個多元的政黨 但是我們門心自問自己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該做的事情我們做到了沒有 現在要釐清的是責任 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的問題 好可以聽到黃珊珊對於說下週可能中平會來發出一個正式的邀請 他說如果收到的話他都會來出席 另外也被問到說會不會在整個中平會來懲處之前 自己先來請辭這不分區立委的身份呢 黃珊珊是表示說還尊重這個中平會的最後決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